角色幼年时期有多可爱 甘雨胖成了球 雷神盼若两人 肖真呆萌 深含让人想抱抱 不得不说 米哈游还是非常细节的 在特定的故事中 已经为各位旅行者 展示了众多角色小时候的模样 那么今天 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下 大家幼年时的样子吧 首先就是迪西亚 谁能想到迪西亚幼年时 非常胆怯 这种反插萌设计 真的太赞了 有谁不喜欢 紧张到害羞的小女孩呢 根据刘云介风真君的回忆称 甘雨小时候非常胖 甚至能从山顶处 直接滚到山顶 而且相邻也吐槽甘雨 人不可貌相 每次都比别人多吃两大勺菜 身为稻妻最强主宰的雷电将军 他是稻妻人民心目中的信仰 然而谁能想到 幼年期的雷神依旧散发的魅力 不论是年幼时期还是现在 都是魅力无穷 如果没有信念 讲述他小时候的故事 相信目前依旧会有很多的旅行者 对他有成见 不过幼年时期的信念 真的是剧可爱啊 果然换了个新发型 就是可爱 深厚的故事一出 直接把元神热度提升了一个档次 明明只是那么小的身体 却比成人还要勇敢 别看他哭哭啼啼 但他可以保护你 神里灵华这名角色 一直有亲女儿的说法 在PV中 因为描绘了灵华从幼年 到成年的形象变化 光是服装都准备了好几套 楚力党看了真的内心激动 为了报答阎王帝君 肖独自接下了 守护灵月长达千年的约定 这些年发生的无数次战斗 也逐渐让他失去了温柔与无邪 不过童年时期的肖 却还是非常带忙可爱的 一手接过阎王帝君递来的武器 不禁 让人想问 肖你真拿得动 比你克子还高的长枪吗 最后就是灵月小队 栖栖在灵月港的大街小巷 葡萄小时候 你现在性格上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域 依旧是个女汉 虫鱼女行秋 也是很好玩吧 不过看起来 总是平秋欺负重温啊 九位角色废案设计首爆 鱼尾斯科克 具好看 克洛琳德 太可惜 流云反差太大 各位大佬好呀 有关部分角色的设计 废早有了 在论坛上 也是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首先就是最近登场的斯科克 斯科克 如果是左翼的话 感觉会很有反差 个人很吃这种 外表可爱 但是性格冷淡 帅气的 鱼尾的斯科克 也很不错 永远的白月光 感觉斯科克真的哪个废案都比现在好看 克洛琳德太可惜了 我能想到唯一的可能就是赶工 不得已选了个最简陋的方案 毕竟风单刚开的版本就要登场了 克洛琳德看早期透图和梗盖 应该是一个类似于游侠或者怪盗的角色 结合风单背景 人设应该是海军 海盗 并且拿的是神里灵人的剧本 希望后期能为苹果姐再做一款好看的皮肤吧 莱欧斯利费搞第一眼 结巴 对比线版 确实没有现在的更有气质一些 菲米尼费案 感觉这个潜水连体帽好可爱 好家伙 突然想起来粉毛女角色挺多的 啥时候出个粉毛男孩子呢 毕竟粉毛真的蛮独特的 据说是卡维德费案 可能衣服太花了你 懒得做 毕竟费案衣服都比实际选的要华丽 不过这么明显的法国风 感觉和须觅不沾边呀 这喇叭和羽毛帽明显的都是西洋乐器和欧洲贵族风格 卡维斯波斯的建筑师 差别还是蛮大的 有关4.4星4星5是少年的设计稿 是位类似云锦那样的文化输出角色 老米还是相当重视的 所以设计稿就比较的多 据说最后的服装依旧是会录肚脐的 有点难崩 明明右边的这款服装可正统了 看着像明治汉服 老好看了 这不挺绘画的吗 米哈游怎么不出呢 搞些奶窗男是为什么 有关刘云和龟中的一些废案设计 刘云确实不如现版戴眼镜的优雅 反差太大了 这版龟中还以为是锦纳罗觉醒走了出来 龟中确定会在那塔版本转身入驰 建模也会重新设计 大家先小小的期待下吧 4.8条相式设计稿一览 不过貌似已经确定了左下的成女体型 不过我真的好喜欢猫猫条相式啊 总之 有玩家觉得老米总是能让所有人都不满意 也有玩家认为角色废案立会虽然都很好看 但不代表时装建模好看 原神的建模水平加上大头的比例 立会上的出色点肯定建模上做出阉割 立会废案很多都是拉长修身美形的比例 而原神的建模比例根本做不到 大家觉得呢 为什么很难再出像雷电将军这种角色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众所周知 原神上之前的老角色 不管是外观还是技能都是非常的完美的 就比如一斗凌花甘雨 技能辨识度很高 刚出来时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以前的角色独立性很强 不管是外观还是技能都是无法模仿的 其次 配音 剧情 配对等 都是比较强势的 让玩家挑不出毛病 比如星海这个角色就很优秀 现在更新多少个版本了 治疗辅助依然是以它为首 服装外观在全角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既拥有像鱼的鱼鳍 也好像大海的深蓝 也好想大海的深蓝 可以说满足了玩家对星海的一切幻想 再看近期登场的角色立会 会发现工业化十分严重 和以前角色简直没法比 美工也真的越来越敷衍玩家了 感觉不管是立会还是技能形态 都很难再达到以前的水平 说到外观 你觉得在众多角色中最完美的是谁 很多人的答案都有所不同 有人说是钟离 有人说是风圆外叶 也有人说是萧宫 但是目前仅有一个角色成为最突出的存在 他就是雷电将军 雷电将军的外观以及技能形态 人物故事 战斗力 队伍师配度等等都是达到巅峰的存在 众多玩家对此表示赞同 目前为止 还没有哪个角色能超越雷电将军 即使在未来版本 也很难超越 现在策划也已经没有动力再去创新 毕竟无论出什么角色 依然有玩家买单 完全不用担心卖不出去的问题 其次 现在游戏的审核规则比较严格 角色几乎不能太暴露 只要存在一点就会扼杀在摇篮之中 现在策划侧重于如何把角力压到最低 把宝箱藏在阴间位置 加入无聊剧情 打压新老玩家等 这才是最重要的 貌似雷电将军一个就够了 太多了 反而不好吧 优拉的80秒不心动挑战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不过不少未见 其实我们俩有点像 对于蒙德 我们都是外人 只不过 你这个外人受到欢迎 而会一直被提防 被人提示 坐在峡谷山口 显瘦口 或者跳进隆心 雪山山脚都不会泡打 没准哪天 你都不会晃到 我仅非用水利呢 有人劝过 一手下气 简言是嫌 说这样也许能够得六岁 但他们会这么击 只是因为他们 没交过真正的事情 如何 这人是不会 经历别原谅的 判决 金兵